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2.5亿玩家飞过来这边之后就被他们锁着了 你们才看到这个画面 一般来说2亿以上的城市都不好打 最好是开两三个季节会比较好 哦 季节爆了 哇 季节爆了你们还在维亚 不是吧 虽然季节爆了 但是这个城市里面依然还有2亿战力的 你可以看到周围还是有不少的玩家还在维欧 并且这个城市是用迪奥多拉 迪奥多拉是抗维欧的 所以他们这边的战爆应该是亏死的 住房有赚 好像有人察觉到了 开始慢慢散开了 OK 避免了一些伤害 我们就等报告吧 但是有一点亏 因为这个城市没有打爆 没有抢到任何的资源 还有2.3亿的城市 来了来了 战爆来了 打了5分钟左右 其实中间是有补蛮多兵的 是到后面没有人补兵的 我们来看一下报告啊 OK 季节爆亏 但是也没有亏很多 如果以他这个城市兵量来看的话 可能Ninja是用混兵的关系吧 但是请闪闪跟亨利搭配来打城市 还可以接受啦 以一个季节来说 季节都已经打到医院爆掉了 Ninja阵亡的兵量比我现在的兵还要来的更多 看看部队争议 Ninja他是用工兵的装备 可是他的工兵装备并没有专属 反而集结放的专属还蛮多的 看看下面的报告 这些应该是帮忙围集结的啦 但是你们自己看围集结 很亏啦 不要去围集结 因为本来金山山跟亨利 他们是有看围殴的特性 如果你跑去围他的话 你出来的战损就会变成这样子 看到吗 这些报告 如果把围殴加起来 工兵集结还算是有赚的 看到重伤比较多是步兵 反而骑兵这边没有亏那么多 工兵打的话也是差不多 这份报告你们可以作为参考啦 因为我之前有围过阿提拉 感觉打阿提拉比较痛一点 感觉打金山山亨利的集结还没有这么亏 不过这里累积起来 集结放还是有赚不少的 毕竟打城市那边亏损也没有亏特别多 这份报告还可以接受 哦 他们还没有死心哦 又开了个集结 但是Ninja的球龙已经没有了 换句话说就是他可以随时飞走 如果他觉得我打够了 我玩够了 我就跑掉 但是经过了这么久 他应该不在狂热状态中了吧 也是可以选择开炮炮的 看他要怎样解决而已 哦 开炮炮了 哦 没了 来报告报告 给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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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完他有2.3厘 他刚刚有治疗啦 我看能不能挖到报告过来 OK 那么这个是第二个集结的报告啦 但是这份报告打没有很久一分钟而已 这次Ninja是抓准司机开炮炮 他看到他的城市 哦 我的城市医院好像要爆咯 所以我就开炮炮 等于说这个集结是大亏的 全部兵都死掉 假设持续打下去的话 集结不会亏到哪里去的 看一下布地争议 同一个人集结同一个人住房 应该不会变到哪里去吧 嗯 住房的装备也是没有换 我还以为他会有权专属啊 可是为什么他会用工兵装备 我看一下他城市里面有什么兵 哦 哇 他工兵 他练工兵练特别多 看他是一个工兵玩家的 而且他已经换上埃及文明了 这样的话还算合理 但是他拿埃及文明表示说他是车头 你车头没有权专属 嗯 这样我就有一点疑惑了 照理来说你是一般的工兵玩家 应该用奥斯曼文明才对 可是他用埃及文明 但是这份报告只有一个集结而已 后面没有围欧之类的 OK NINJA他本人自己分享了报告 这份报告是第一个集结的报告来的 也就是你们看到金山山爆掉 后面有很多人围欧的那个 这个时候他的城市里面原本有2000万兵 加上他队友的兵2500万左右吧 被集结打死了200万 下面这些AOE少到的 哇 AOE真的是赚不少哦 你们可以看回去刚刚开头的画面 有很多人在他的城市旁边打架 刚好迪奥多拉他是原型范围攻击 这些都是免费的肉啊 哇这个阿提拉亏特别多 这份报告原本他被集结打 本来就不亏了 再加上这些VO或者是被AOE少到的 真是转翻天了 搞到我也想要去练一个 李顺称迪奥多拉来住房 不过还是一样啦 劝封各位不要乱去接集结 你接集结也要看自己的兵量够不够多 装备好不好 否则你出去只是送死而已 那以上就是本期内容 我们下期再见